在江西省上饶市广风区的一些村庄里 村民们将垃圾分类做得井井有条 这一切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 我是陈立文 然后在我们创建的一个环保工艺组织 叫林飞气村落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推农村的垃圾分类方面的工作 出生在河北农村的陈立文是一名海归 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 关注的重点就是全球和中国的垃圾治理 2017年8月回国后 作为环保工艺组织零飞气村落的发起人 他开始投身于农村垃圾分类推行工作 手把手教农民垃圾分类堆肥 为何从国外渡金归来的硕士 却甘愿投身于这个看上去脏兮兮的工作 陈立文说 一方面源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乡土情节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垃圾围村现状的忧虑 2015年去学习之前 然后一直在看全国的很多的 就是混合垃圾处理的设施的排放情况 比方说垃圾填埋场分烧场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很多 其实这种 触目清新的 对没有分类以后导致的 所有混合垃圾处理的就是污染问题 那让我们其实从现实当中 我就很清楚只有推垃圾分类 才能就是解决健康 就是环境和健康的问题 在得知陈立文在垃圾分类方面所做的探索后 广封当地政府 慕名请来陈立文作为指导 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陈立文将垃圾分成两类 一类是可烂垃圾 也就是我们理解的厨余垃圾 另一类为不可烂垃圾 也就是其他垃圾 简单高效的垃圾分类方法 有效地推动了当地村民的垃圾分类积极性 乡村面貌也焕然一新 那从分类的效果来看呢 我们出现了两个数据 我觉得是还是让人很兴奋的 那么第一个数据就是 每个村就是垃圾分类准确率 就是我们说经过前期两周的 RTR互做工作能够达到90% 甚至于90%以上的 那么第二呢就是 我们垃圾分类以后实现了一个撑住 就是它通过就是说 这种就地分散处理 就是可以回到土地 或者土壤那种 对 它实际上是实现了一个循环 自从垃圾分类推行以来 江西上饶东阳乡各村垃圾减量 实现50% 日平均减量两吨左右 乡村的环境面貌也变得越来越好 陈立文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 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 农村垃圾治理体系 探索出了行之后 水利体系 推行对 我们有农村垃圾的 沙龙的 在沙龙的